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屏幕上的这四名女兵 在今年初夏 她们跟随部队来到高原祝训 原本在九月份就已经服役期满 但是却因为任务的需要延迟退伍 在高原一待又是大半年 如今祝训结束了 离别的日子也进入了倒计时 在军营的这最后几天里面 四名女兵一直在忙碌着 因为我比较擅长画画 所以这些都是我的作品 在连队两年的时间里 我们和连队的战友一起成长进步 有很深厚的感情 现在即将要离队了 都非常的不舍 和王一斐一样 女兵邓莉莉根据身边战友的性格特点 亲手缝制了卡通动物纪念品送给她们 这不是谁人 这晴天王王 这是底达尔的羊 即将离开我们生活两年的连队 这两年 年队及许多老班长教会了我们许多道理 也学会了很多技能 很感恩 也很不舍 隐形之际 我们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送给我们的年队 一针一线 凝聚真情 一拼一笑 留住美好 维吾尔族女兵迈尔哈巴 专门让战友录制了一段她拿手的新疆舞 我马上要离开这儿了 所以我做之前给两队留一段美好的舞蹈 昨日戍边今朝西别 音乐响起 退伍女兵如同盛开在雪域高原的一朵朵雪莲花 将美好的瞬间 镇刻在了祖国的西部边关 起开这儿的打扮 你不要猜猜 好凉 别拦 我不严重 你站住 象聚无丛逼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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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在你踏上离别的火车 那一刻我只顾着流泪